自然门 自然门是中国武术的一大流派 在法国巴黎这个风花雪夜的地方 也有自然门的传人 梁超群 广东湛江人 他自幼习武 师承著名武术家万奈生 研修少林六河门 那家自然门武功 认识梁超群 还得从著名的法国香水开始 1997年 我有一个学生在一个商店去买东西 他发现了 在香水瓶上印了我这个照片 然后他告诉我 他说在商场有你的照片 作为这个香水的标志 这个香水就是R of功夫 这是英文的 可是功夫的艺术 他是一个法国公司的 这法国公司简写是MG 就是用法语 我都是讲用法语 他的这个办公室呢 这个公司是在香水理事大街 76号二楼 这是这个香水里面的 他就是用我这个照片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其实他这个照片呢 是从一本的杂志 一本杂志上 这不用我的这个照片 因为他们觉得这张照片 可能非常有特势 感觉有动感的照片 因为这我认的 就是认智阳明的这个一个打法 自从他们盗用我这个照片 作为他们香水的标志 其实我也很愤怒 因为他们没有经过我本人的 的同意 但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我觉得很高兴的时候 正是就是中国公司 越来越受很多法国人的欢迎 而且他这个香水 不单是在法国销售 而且销售在俄罗斯 阿拉伯的国家 这是证明着中国公司 是在世界上 是很受世界朋友的欢迎 虽然身处异乡 梁超群的行为举止 还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在巴黎生活了七年多 为什么我还是要把这个 我的老师和我的事业的照片 每逢就是按照中国的 这个传统的角度 是初一和初五 就是烧点香 向老师这个 见一下 这代表 因为在法国 他虽然是西方的文化 我是一个中国人 中国人的最重要一条 就是很重要的文化 就是尊实重道 所以说一天为师 终身为父 我的学生也很 他们 其实他们学中国武术 也很最感兴趣的 就是中国的文化 梁超群的师父万奈生 是自然门流派中 承上启下的武林高手 如今老人家早已过世 但活跃于海内外武术界的 自然门门徒 绝大多数出自他的门下 他的师父是自然门 第一代传人杜新武 万奈生大师的这二指绝招 梁超群很好地传承了下来 来 来 我们手机 来 上个手机 露击 好吧 一起 汲取少林武当各派之常 形成的自然门 其特点正如著名的 自然门大师万奈生所说 是他的婉转自如 灵通活泼 不上奋力 而功巧劲 盖言之曰 动静无始 变化无端 虚虚实实 自然而然 自然门的积极性很强 当年万奈生 就是凭着自然门的绝技 夺取了1928年 全国武术国考的武状元 1930年 万奈生两拳击倒 与他打类的高头大马的 德国拳击手克里 这就是自然门的招式 首先从自然门来说 我们打 就没有打相 什么叫做打相 就是 搏击的格斗姿势 我们打 就是很自然的这样站着 但是需要通过练习 你看 假如对方打一拳来 不单单是手 我们是手这样 啪 就有一个吞声 自然门就是内加拳 就讲的是 吞吐浮沉 什么叫吞吐呢 吞呢 就是防守 吐呢 就是攻击 浮沉呢 浮就是高 沉就是低 就是讲身法上的一个练功的方法 主要是自然门打伐呢 主要是看对方的两维之间 你看对方的两维之间呢 就可以看到他全身 不需要看对方的肩膀 也不需要看对方的拳头 就是看对方的这个 我们叫的硬盘血 时间长了 这眼神就出来了 就出来 打呢就是 这个武林成者 也就是七成当天的武林成者 就随手两脚微微弯弃 这身体呢 有点像弹弓一样 你看 假如对方就打 就一会 都什么 拍 你不厌恶目默 就这样就出去了 他是讲是 是无招无事的 怎么说呢 怎么解释呢 就是无招无事 你看 他也不知道我是用手 或者用脚 假如他是出拳 拍 我都不要用手 不要格打 就无招无事 就是一下 很简单的 主要是你判断对方的这个距离感 现在全都打过来了 那身体稍微往后一下 啪 就脚 刚好踩在对方的这个猪山里 就有个鞋位叫做猪山里 就给他狠狠的一脚 这就他就打不到了 那为了跟安全的方法呢 就是也可以这么说 挑手 踩脚同时 那就是 在武术方面来说 不招不教 九十一下 如果他有招架的话 啪 就接着就可以打下面 要根据这身法上面的 不单单是手 就整个身法 就下去一拍 就打到头顶 这简单来就说 治安门 什么 用几句话来说吧 治安门是 动静无耻 动静无耻 他也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动 也不知道 你看到我是静 其实我内 内架是动的 意思是动的 如果你讲我是动的 但是我身体表面是静 所以叫做动静无耻 变化无端 我什么时候都可以变化的 稀稀实实 稀稀实实就是真真假假 自然而然 就是用四句话来说 就介绍 简单来说 介绍自然门这个打法 我们再做意思吧 go stop 这是自然门打法 这是拆脚 不拆脚一下也可以 这也可以打 所以不要用打向 就这样随手战的就行了 这也可以甩手 他一般都很少有招架的 他并没有 我们再讲一下慢的动作 没有什么招架 在下面再打一拳 那就慢了 这是快的动作 一伞生就打 随手就打 一伞就打 没有招架的 就是这样去下 你不要看这松打得也很疼 再来一个 很快应付 就进去了 越靠近对方了 就越保险 不要怕 不要靠近 就要打下 咒也可以打 下面也可以打 吸也可以顶 那就看你个人的 灵活的应用 尼迈勒在跟随梁超群学自然门之前 学习过日本忍术和泰拳 如今他深深爱上了中国功夫 他用自然门的手法 夺取了法国散打的冠军 我小时候学过日本忍术和泰拳 学习了中国功夫以后 觉得中国功夫很丰富 十八般武艺齐全 无数使人在肉体上得到锻炼 而更重要的是 在精神上也得到了锻炼 我是第一次参加全法国散打比赛 只用了三十秒钟就击败了对手 我是用了自然门的方法去打 一定要反应快 用绝对的技术去打败对方 而不是打满三回合才分胜负 在比赛的时候 其实根本来不及想用什么招式 用自然门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 顺其自然 以不变应万变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八号 我是因法国多家的武术团体 邀请来到法国 那刚开始头一年 是因为是他们的邀请 我是给他们 给他们工作 主要是教授中国的武术 法国太极拳 少林功夫 气功 一年之后我就跟我的学生 成立了法国万类生武术协会 皇党这七年吧 我到了法国七年 最后法国 我就了解到中国武术在法国 推广和普及 不是没有日本的空手道 做得比较好 因为日本的空手道是从一九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 已经传入到法国 每天早上七点 梁超群都风雨无阻地去练功 能在文化之都巴黎 传播中国武术 是很让梁超群骄傲的一件事 法国人了解中国武术是 由于李小龙的电影 七十年代吧 才知道中国的功夫 那他们虽然我们是发展的起步比较晚 而且很多的法国呢 很多法国朋友都认为中国武术的内容丰富 还有哲学 不大是健身 还有衍生 包括这个太积权 气功 就是 而且中国武术呢 是不受时间 金钱 器件 人数的影响 一个人也可以练 站在阳台也可以练 梁超群现在练的这套养生功 叫道家千八转 按照这个动作练上一千八百次 就叫道家千八转 道家千八转是怎么来的呢 道士要打坐练进攻 一坐就是几小时或是几日几夜 一定要活动 舒展筋骨 促进血液循环 就有了这套养生功 连这套功 不需要很大的地方 家里的客厅阳台都可以 这套道家千八转 在法国很流行 连这套气功 不需要很大的地方 可以在自己家里 连这套家里 都可以 在法国都给了 在法国巴黎这个寸金池土的都市里 梁超群这套只有十几平方米的住房 租金也要一千多欧元 来了法国这七年 我总觉得 中国的传统武术 还是受到很多法国朋友的欢迎 因为中国传统武术 包括很多的 中国武术的精华在里面 中国武术 分为两大类 一是国家规定的比赛套路 二是民间的传统武术 竞技武术在法国推广的情况如何呢 但是对于中国现在的那个竞技的武术呢 那就推广有点困难 因为中国竞技的武术呢 讲究就是 艺术化 高难度 这个形体美 那就是说推广起来 就是像这个国家比赛的那些套路 还要鲜空三百六十度 加皮叉 还有腾空方 那是作为的推广来说 是比较有困难的 亚历山大是个小学生 他跟梁朝群习武已经几年了 亚历山大的这套少林六合剑 练得不错 亚历山大的父亲说 他以前是学习空手道的 自从儿子跟梁师傅习武以后 发现中国功夫内容丰富 两年前 他开始跟梁朝群学习太极拳 亚历山大说 在自己七岁的时候 看了李小龙的电影 很想学中国功夫 但苦于找不到教中国功夫的师傅 后来看了杂志的报道以后 才拜梁师傅为师 我很高兴我的儿子学习中国功夫 自从我儿子学习了功夫以后 无论是学校的课程 还是功夫的课程 他都没有迟到和旷课 这说明武术不只是体育那么简单 他强调纪律性 我儿子的学业因为学习了武术以后 还有了进步 花钱去学习武术很值得 身体得到锻炼 精神也得到升华 武术改变了我的儿子 如果有一年我没说恨女 没有问题 一定要说学了五年 就不说要说了 你好你们好 我叫路德林 我是梁师傅的徒弟 我在巴黎大学学了五年汉语 学了中国历史 中国文学 中国医学 差不多中国文化 我跟中国文化很熟悉 学习中国武术 也应该学好中文 傅勒汉是中文大学一年级的学生 他是卢德林的师弟 一有时间他就找师兄切磋中文 参观了 参观了 巴黎一些有名的地方 也想请客人 吃晚饭 你不喝酒 那你可以开车 吃什么呢 我跟梁师傅学了差不多六年 六年 六七年 学热门 六合门 太体拳 心理拳 我觉得 空腹的学校很有意思 卢德林说 我很喜欢中国功夫 我听师父的话 要想学好中国功夫 首先要学好中国文化 中国功夫和中国文化 改变了我的人生 这个女郎 看卢德林和亚历山大练的这套少林对练拳入了迷 她对武术产生了兴趣 卢德林则热情地给她详细介绍武术方面的情况 法国呢 因为他们法国这个文化呢 是不太容易接受外来的文化 那就说 通过学习中国的武术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学习中国武术呢 可以这么说就是说通过学习武术 他们就接受了中国的文化 像他们对法国总统啊 我曾经听到他在电视竞选总统的时候 他说美国文化 他们是对美国的文化是没有什么感兴趣的 今年是法国的中国文化年 那可以这么说呢 可以看得出来 越来越多的法国人 从他的总统啊 到了这个平民 都受到中国的文化的这个影响 埃里克是一个漫画家 他患有高血压病 97年 他在梁超群为师学习武术 他觉得武术对自己的身体很有帮助 有出版社知道埃里克跟梁超群的关系 就请他画武术的漫画 这是埃里克的漫画 巴黎的地铁虽然陈旧 但却很方便 梁超群这天带着我们来到他的法国妈妈家里做客 因为有缘才相聚 因为有缘才相聚 这个陌生期呢 就是说我刚刚到了法国 就是一年的时候吧 因为就中西文化 中西文化的不同 就差异吧 所以说经常大家都互相有误会 因为某些是按中国来说 是有缘才相聚的 虽然我是万籁生法国武术协会的主席 虽然我是万籁生法国武术协会的主席 但是根据法国1901年法律规定 这个协会不是盈利公司 主席秘书长和财务是不带心的 梁超群是师傅 他可以拿工资 协会运作的经费是学生的学费 协会的宗旨是提高法国全民健身水平 推广中国武术文化 我练太极拳已经有十年了 跟梁超群学习以后提高很快 以前患下的癌症的症状基本消失 太极拳不是一个简单的运动 它已经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 也改变了我对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处理 我现在每天都离不开太极拳 太极拳是艺术 也是深奥的权术 梁超群对于这位慈祥的法国老太太 有很深的感情 我到了法国去年了 如果没有我和法国妈妈的帮助 可以说今天 也许我已经回到中国去了 我谢谢我的法国妈妈 梁超群这套飘逸潇洒的自然门剑法 堪称武林一绝 梁超群的恩师万奈生 是我国少有的 即文武道一全于一身的著名武术家 季基家和自然门一代宗师 而梁超群也能博彩百家之长成为一名有作为的青年武术家 那我所学的东西呢 我是根据我老师用自然门的方法 就把这个少林的门派 就用内家的方法去练外家的功夫 那就变成内外家的结合在一起了 作为一个武术家吧 可以说吧青年武术家 首先呢 要从中国的武术 这个南北内外家 也就是说可以代表中国的武术 中国武术分南派北派 内家外家 我一直在追求古老权术 学空手道不如学空手道祖先的东西 也就是中国功夫 中国人的思维是中国人自己的思维 法国人的思维是欧洲人的思维 比如在对待老人的问题上 中国人当老人是宝 西方人则把老人送去养老院 中国人简单淳朴 重亲情 重礼仪 而西方人就比较自私 中西方文化是有很大差别的 中国武术包含了很深的中国哲学思想 是很值得好好学习的 老师常常教导我们 做人要那样忠诚老实 外要积极能干 做事要通勤 达理 合法 心目 定重 必 信义 狭用 为历生之本 学武术 同时呢 也要学会做人 武术 武术有两大功能 一是寂寂 二是强身健体 属于内加的自然门功夫 就有不俗的养身功能 自然门武术 它是一门武术 也是一门气功 所以说 自然门是一门内加的功夫 内加呢 重的养身 我们自然门呢 练气 是以意使气 动作自然 练筋 入骨 练气 入神 所以说 功成之后 它就叫打 我们叫神打 有很多朋友 就是很多练武的人 不懂得养身 不懂得怎么保养的功夫 我老师经常说 有个例子 就是 打到一把剑 刚开始的时候 要把这个铁 烧得很 很红 就烧得很 很厉害 把这个铁 但是这块铁 将成 成为了一把剑的时候 你在用大火烧的话 用武火 用文火 跟武火烧的话 这把剑的这个铁 可能很脆 可以把它绑放 所以说练功呢 如果你是 用了十年 这个成功去练 无论是哪一门武术 十年之后呢 你不可能就像 十年前 每天就用五六个小时 就要 这太武火 去练 反而把身体伤害了 所以十年之后 每天 用很小 用很少的时间 去练下 那我们叫做保养 那这功夫呢 从此就不会丢 在法国七年 梁超群感受不浅 我在这七年来 觉得最高兴 也就是觉得 最荣幸的是 自己的事业得到发展 就是因为我得到 很多法国朋友 他们的真诚的帮助 使我在法国的 这个武术界 对我的这个地位的 认可吧 梁超群和他的弟子 虽然身处法国 但对于中国武术 发展的现状 有自己的希望 我希望中国武术界 跟同法国武术界一样 重视中国传统武术 的这个普及和发展 西方音乐的发源地 在西方 但现在有很多中国人 在国际上拿了音乐大奖 武术也一样 发源地是中国 但很多师傅 把武术带到了国外 以后国外的功夫 可能会比中国的厉害